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讲话的就是 最近墨学看到很多 也听到很多 不但是我们澳大利亚 也是很多一些国家 一些同修 在学习佛法当中 常常遇到一些静缘 有时候不知道该如何 把这些静缘 不但不对步 不但就是不退步 不迷惑 而且在这个静缘当中能够化为 我们自己的功德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先讲一讲这些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生活当中 生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一个 种种的障约 让我们有时候活得很辛苦 让我们活得好像很多事情不能称心如意的 有时候很多让我们 我为什么学佛有这么多的障碍 甚至有时候 甚至有时候很多事情都不能一帆风顺 是否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像最近有一位居士 开店 开店 建立一个公司 一生都在这个公司里面 去操作 将近了 做了三十年 对佛教 也常说有贡献 甚至于有时候 出钱出力 做一些 甚至于有时候把自己的生命 百分都是投入在这个宗教当中 甚至于做一些慈善的事业 为什么呢 一砸远 整个公司就没有了 一火一烧起来 全部都没有了 师父 我为什么呢 我明明每天都在断业 我明天在送经念佛 师父 那我在这个生活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这个考验 让我在这一瞬当中 好像对三宝没什么信心 所以今天呢 很多事情呢 我要先给大家来讲一讲 说一说 所以这一个星期的三十七年呢 我就把它改成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来讲 因为这几天呢 说实在的 火龙啊 有点非常痛 有点非常痛 这个再加上整个头部 一半啊 都很痛 所以 这两天呢 也都睡不好 痛得很难 那这个呢 也不代表说 它是我们的障碍 所以呢 这个三十七年呢 我就跟大家 改成啊 下个星期再给大家说明 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呢 我们的人的个性啊 有很多种 有些人个性很固执的 很顽固的 你怎么跟他讲 你怎么劝他 他都不会停的 有一些人呢 他生在这个环境里面 非常的自豪 共告我们 目中无人 从来不看不起别人的 自以为是的 你怎么样跟他交流 他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的 像这一类的人也很多 有一些人呢 正在这个环境 很欢喜 很随喜的 换句话说 很随缘 你怎么对待他 他也不会跟你计较 你请他做布施来供养 他也欢欢喜喜来供养 从来不搞明文理 从来也不是为自己 都是想想把自己 能够做的 我来供养 出钱处理 欢欢喜喜的 我为一切众生来做事 也有这样的人啊 能够包容 看到一些人 无论人家的批评 毁谤 无辱伤害 甚至来讲他的一些 去破坏 他从来都不计较 都是能够来包容 从来不看别人的过失 从来不记别人的过失 都是用一种包容的心态 来看待一切事 看待一切人 像这一类的人也是很多 师父也看过了很多这一类的人 像这一类的人生活都非常的自在 生活都非常的快乐 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 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 今天我们学佛念佛 如果连一点点的事情 我们都不能包容的话 你连一点点的事情 我们都喜欢跟人家计较 连一点点的过失 你就把别人的过失 常常记在你的心上 记在在你的身上里面 那我们今天念佛 会不会有成就吗 不会有成就的 说实在的 不但没有成就 对你的眼前的生活 你也不会有一个很乐观 欢喜快乐的生活 健康的生活不会有的 你天天会为了这个事情去烦恼 为了这个事情去痛苦 种种的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 学佛就是什么 学佛就是生活 什么生活呢 就是把自己的烦恼脾气 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化出 增加自己的福报 用什么这样的福报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慈悲 这样我们学佛 才不会走迷信之路 这样学佛 我们才能够真正走正举之路 这样的学佛 到最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 这个成就是什么 将来你离开这个世间 你会自由自在的 没有障碍 没有敌人 没有燕心在主 就算有了 在你的眼前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序言的 因为你能够把这些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都是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业障 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激热世界 福德是没办法的 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消业障 只有功德 你没有靠功德是不可能的 福德是不可能的 什么叫做功德 功就是功夫 德 什么叫做德呢 你能够有能力 把恶转为善 把你的污染的心转为你的清净心 在一切境界当中 你能够把这个境界当作你的一种功德来看待 那你今天的功德那修得太大了 就算你没有在那边念经 就算你没有在那边念佛 就算你天天在那边念佛 就算你在那边天天诵经 就算你在那边天天拜灿 你的业障也消不了 为什么 你的功德做不到 你能够把这个功德做得到 就算你没有在那边坐在那边天天念阿弥陀佛 拜灿拜佛送经 你的业障自自然的就消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真修行 你不是在落实在表面上 我好像在修行不是 你真实在这个功夫上你在用功 这样念佛才是真正的得利了 不然的话 那我们念佛就不能得利了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我为什么在这个修行当中常常遇到一些禁言 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你看阿弥陀佛应地修行的时候他有没有一方风顺 有没有 没有 你以为阿弥陀佛每一件事情都是称心如意的 没有 你去看五量寿经你就明白了 你看阿弥陀佛怎么修行的 他很多事情有时候不是一方风顺的 你看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一种禁言 那种割弱的痛苦吗 有没有 割弱 有没有经过 不要说你们师父也没有曾经这种的禁言 谁敢去承受这种的痛苦呢 不要说割弱 那个我们的手指被切了一点点 你就感觉很痛 不要说怎么样的 说我们的头痛牙齿痛 有时候有时候受不了 你看释迦摩尼佛你看 当他做一个忍入仙人 你看他的肉一块一块把人家割下来 一块一块把它割了 你想一想 全身一块一块的 被割离王这样的虐待 这样的欺负 这样的伤害 割离王最后问这个忍入仙人 他说忍入仙人 我这样对待你 你会忍辱吗 你还会厌恨我吗 你又不要恨我吗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伤害你 莫名其妙 来骂你一句话 讲你一句话 或者讲你的是非 做你一些让你不高兴的话 你不会你会不会厌恨他 请举手 你会不会厌恨他 我讨厌你 我厌恨你 你为什么这个样子 我没有得罪你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